網絡集團隊中 讓我們起來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聚 今天一開始我們先帶來持續關心的 是花蓮強陣的最新搶通情況 尤其強陣到現在已經是第六天了 當然在部分的路段上 還是現在很多的救災隊員 搜救隊員特別搶救 而且特別關心的重點區塊 就是沙卡當步道了 在今天搜救隊出動了一大一小的挖土機 歷經了半天努力 總算是在沙卡當步道前面挺進了400公尺 他們現在除了要救出遊戲男子跟大女兒之外 要協助他們脫混 同時也希望找到另外三名 目前還不知道在何處的失蹤者 但是其實在挺進的過程當中 也可以說是險象還生 因為落石不斷的掉下來 阻展在他們前方的落石 竟然還有兩層樓高 挖土機拔山涉水持續挺進災區 一舉一動都要小心再小心淫味 環境險峻落石還是不斷掉落 空氣中塵土飛揚阻礙視線 更加提升了救援難度 搜救隊腳下的每一步都是希望 但是目前遇到一個問題是那邊的石頭 大約有兩層樓這麼高這樣 然後旁邊是深潭 那怪手目前現在是過不去 那我們出來的時候他們 怪手司機他們現在目前是在討論 在燕商要怎麼去克服這個地形 以前操場的距離卻是舉步艱辛 山區地形變化琢磨不定 落石崩塌墜入河床足足有六公尺高 搜救隊只能隨機應變 8號一早 特搜人員進入沙卡丹步道 出動一大一小的挖土機 一邊熟通道路 另一邊翻開石縫仔細搜索 目標找出剩下三名失聯的 遊信家庭成員 過程困難重重 還要閃避落石 經歷半天努力 望千四百公尺 距離婦女遺體的發現地 還有一百公尺 再次遇上挑戰 兩層樓高的石堆擋住通道 另一邊搜救人員 以七人三全 輕裝搜尋五間屋 1.5公里處 要找出失聯的新加坡夫妻 目前還是一無所獲 而更危險的災區還有中和礦場 落石繼續大面積坍塌 下午開始一個小時之內 就坍塌四次 近機暫停搜救三次 舊難人員全部退守安全區待命 下午一點開始 持續四次崩落 而且都是還滿大的 那崩落點是從更上方 那我空拍機拍不到的地方 所以我們也不敢冒險 搜救隊評估狀況持續搜到天黑 要跟時間搶命 TBS新聞李明輝 張凱玉高智鴻 蔡新瑜花蓮採訪報導 而另外一組值得特別大家關心的 失蹤人口 就是新加坡的夫婦倆 現在兩個就持續失聯 所以現在大家從他們最後的行蹤 還有監視器畫面來推斷說 他們到底走到哪裡了 大家說按照這個布城來看的話 應該會在五間屋這個地方 但是呢在這個地方 也沒有看到這一對夫婦倆 所以說大家在推測說 很有可能在五間屋之前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是第一次來到這邊觀光 所以可能邊走路邊拍照 所以路程稍微晚一點點 所以現在相關人員希望可以趕快定位 找到他們的行蹤 木頭簡易搭建的矮小五間攤上 是沙卡丹步道當中的五間屋 這裡不只賣香腸飲料 還有販賣手工商品 只要來到這 不少遊客都會停下來看看 但現在卻因為強制面目全非 傳出新加坡夫妻 有可能最後出現在這 但當地的攤商卻透露機率不高 監視器畫面曝光 當地居民也仔細看 想能夠幫忙儘一份心力 找到失靈的人 從時間序以及一般矯程推定 新加坡夫妻兩個人早上7點20幾分 從沙卡當站下車之後 往步道的方向行走 一般人步行1.5公里 約花31分鐘就會抵達五間屋 但大多的遊客會邊走邊拍照 速度會再慢一點 尤其當天五間屋也有人受困 卻不見夫妻兩個人 懷疑兩人有可能是在不僅失聯 我那個小舊子的老婆她是出來 在那個旋轉梯路口 看到這一家人五口 她只看到這 她大概 她在這一家五口的人 她印象很深 鎮後第六天 人還是失聯中 目前新疆這處列為熱區 八日一早派7名特搜人員 和三隻救難犬上山加搶搜救 進到步道找人 沿路都是巨石大型機具 進駐還不斷有落實滾滾而下 而五間屋是一間一間小木屋 攝像頭有延伸搭設鐵架 但7.2強鎮連大樓都傾倒 恐怕這處的災損也相當嚴重 當屋至極還是要先找到 失聯的新加坡夫妻 只求一絲絲希望 能讓家屬放下心中大石頭 體力新聞 總共報導 柏洋搜救隊員能夠成功挺進 救人當中非常關鍵的先驅部隊 就是公務斷人員了 他們必須先把這個路先打開來 才有辦法讓後續的相關搜救人員 進到裡面找這些失蹤的遊客 當然太魯閣公務斷人員 雖然這四天連假很多人都待在家裡休息 但是他們一刻都不得閒 而且他們其實在工作情況上 還有環境上也都是非常艱辛的 尤其這幾天余震不斷 在太魯閣公務斷這邊其實也是險象還生 因為落石隨時都有可能掉下來 所以這些工作人員必須提高警覺 亦有覺得不對勁要馬上閃人 在陡峭的山壁邊作業 只能在小小範圍裡頭 不斷把土石纏起來對放到其他地方 只要一個不注意很可能就會釀成意外 因為另一邊長這樣 山谷下去小命可能就會沒了 而且隨時都會有落石造成塵土飛揚 這是九區洞東口173.5公里 到174公里搶修的情況 3號強震過後為了救人 搶通道路回復電力公路總局人員 比搜救人員更先抵達災區 灌手就好像開在迷霧之中 太魯閣公務斷從搶修開始 一共投入了150輛的機具 以及203人次的人力 在整個台八線中橫路段 從太魯閣進去以後 一直到官員這一段 通訊電力都是不通 所以是在通訊上是 他們是說不到訊號的 對 只能靠工程人員 他平常的經驗跟他的警覺性 來去做一個避災的防範 搶通工作隨時都要避難 得靠平時的判斷力才行 4月6號已經搶通部分道路 但是餘鎮不斷還得管控 4月8號到4月30號 我們從太魯閣口一直到 那個官員的河灣派出所 這個路段 我們會一天做一個 三次的管制放行的時段 包括早上8點到9點 中午12點到1點 以及下午的4點到5點 都開放民眾通行 其餘時間會繼續搶修 開著怪手各式機具 拍不到身影的這些公路總局人員 同樣也冒著生命危險 默默付出 路不是走出來的 是他們一點一滴開通 特別新聞總部報導 再來我們來看到 另外一個也是正在搶救 而且希望可以讓整個市區的世貿 而市容可以趕快恢復原狀的 就是拆除天王星大樓的工程進度了 尤其在現在持續拆除的狀況之下 雖然預計要花上兩個星席 但是在拆除的過程當中 很多住戶的過去的回憶 也不斷的被翻攪出來 尤其像是很多的泛黃老照片 還有婚紗照 也在現在的拆除過程當中 受到了毀損 但現場有很多的暖心事蹟 很多人都送來了加油的物資 有一種的 對這種大樓會有一種害怕 會有陰影 會有陰影 會害怕 聽到當下情況就像夢魘 羅小姐自己一個人跟愛犬妹妹 一起住在天王星內 地震當下只想跟愛犬一起活命 現在天王星目前持續拆除當中 部分遺留物也被清除 有婚紗照 還有一些已經泛黃的老照片 通通都是回憶 但現在每一張都有破損 並且官方空拍畫面來看 7號下午的進度 建築物整個凹陷 傾斜的角度非常嚇人 再往近一點看 不敢想像當時裡面 75戶住戶受到的驚嚇有多大 而要避免天王星再次傾斜 歸功於5隻H型鋼 從平面畫面來看 就架在傾斜偏右側 從4隻增加到6隻 8號再撤掉一隻 從空拍圖片 看到有兩隻比較長的H型鋼 都是要精準測量 支撐距離下去裁切 並且又道路邊勾 當底去卡住才能夠穩固 而且現場也有暖心事蹟 您看到這是來自彰化的林先生 他們其實他們說開了11個小時 就是為了來到花蓮這邊送餐點 這一次準備的是泰式的料理 尤其您看到像是會在我手上拿到的 這個就是剛炸好的金錢蝦餅 今天大約是準備100份 熱騰騰一份一份 這個就是橘色餐車的愛心店家 來到宅區送暖 雖然說沒有到賺很多 但是有這個能力 能盡一些力量 就多盡一些力量 現場也有當地麵包坊來送物資和飲料 各界的綿薄之力聚集成一股暖意 期盼全員挺過 TBS新聞高紫堯 江柏君 李韻哲 李韻哲 李韻花蓮艙報導 的確大家都很希望 花蓮可以挺過這一關 但是對很多災民來說 現在眼前必須要解決的 還是安置還有金錢關 尤其現在這個時間點 這個縣政府在大禮堂設置了服務中心 就是希望這些災民們 可以來申請租金補貼 還有救助金等等 而且大家都帶著不同的問題前來 像是有人剛搬進新家 連房貸都還沒有繳完 就遭遇到了這一次的震災 而且家裡也被貼上了紅單 還有房子是租來了 該怎麼辦 找到新住處 也變成這些服務中心 幫忙解答的問題 受災戶帶著地氣資料 有工作人員引導下前往災後 服務中心登記申請補助 只是資格整體流程 讓大家有些補灑灑 政府就剛跟我講說 這要實際記住的 我就還沒有記住 下去就倒了 我要怎麼用 與其中滿滿無奈 3月1號採買房 花了好幾百萬裝潢 準備4月3號搬入 結果遇上大地震 完全無法住 又被貼了紅單 擔心求償無門 畢竟災後重建 不只花時間 錢也是個問題 縣政府從8號開始 每天早上8點半至12點 以及下午1點半至5點半 於縣府內的大禮堂設置服務中心 針對租金補貼 就住金各項稅金減免 讓民眾前往申請或詢問 不過來的人問題都不一樣 就是他要新的租屋器 可是我住在朋友家 對 他也是租人家的房子 那我要新的租屋器 是不是要透過他 譬如說你的房子 是所謂的紅單還是黃單 那些應該都可以補住吧 所以家具上有一些損壞的 其實這個也都可以去補住吧 另外還有租戶透露 雖然有深申請到5萬元補助 不過要釐清租屋處裡面 有哪些是自己的 哪些是房東的 招到發票收據後 才能分開申請 除了地方補助 內政部提供的贈災基金會 截至7號凌晨目 得於1億4千萬元 總捐數比來到9萬5千4百42比 特別新聞高中華鎮聲 跟郭穎養青鋪網私寵花蓮採訪報導 剛剛新聞內容 當然提到的紅單代表說 這棟建物如果被貼上紅單的話 就代表它嚴重回損 當然對我們的居住安全是有影響的 但其實在這一次的強震過後 不只花蓮桃園中壢有一處 社區的民宅大樓也被貼上了紅單 現在有44個人無家可歸 走上樓梯 右側的牆面全裂開 滿地都是水泥塊 住戶小心翼翼 但每踩一步都聽得到碎石的聲音 真的好危險 除了民眾的住家 一樓這間超市的狀況也很糟 走進超市內東西掉滿地 中間這根柱子嚴重歪斜 常常一道裂縫看了好嚇人 東西這麼多卻全部都不能賣了 因為被貼上紅單 目前不能再一夜 桃園中壢南園二路這棟民宅社區 受的地震影響建物結構受損嚴重 經過市府建管處委託的土木 即時公會勘察鑑定判定為危險建物 被立刻貼上紅單 市府也緊急撤離16戶 有44人暫時安置到預關 想到當天地震發生時 原心有遺跡 不少人外出上班不在家 熱心的住戶趕快通知主委 才發現事情嚴重 因為住家內部受損嚴重 櫃子家電倒塌之外 水泥磚牆兩柱損壞明顯 以南園二路這個案子 他是在4月6號的時候 既是判定一樓跟地下一樓部分的住 已經嚴重的損毀 已經無法居住 所以我們已經列紅標了 住戶透露這處社區大樓蓋了33年 沒有想到強震後居然受到影響 目前桃園市政府也統計 從3號發生至今 總共有233件同胞建物毀損的案件 當中有168件需要結構繼續緊一步鑑定 紅單的部分則有4處 黃單有14處 不過中立這處經現場視察 發現受損情況與常見的地震損害形態不同 還要進一步比對設計圖 才能評估後續如何處置 TVBN新聞林志偉 陳旭 葉君 討論報導 不過其實強盛發生到現在已經第六天了 我相信大家時不時都感受到相當多的搖晃 而最新的資料我們要提供給您 截至到剛剛晚間9點鐘呢 從403主鎮到現在加餘鎮所有的數量 加起來已經來到了769起 還要提醒大家如果感受到搖晃的話 記得提高警覺做好相關的防災措施 但是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氣息 可以讓我們來好好盤點說 我們日常的這些住屋或是建築出了哪些問題 是不是應該要進行都更作驗了呢 我們來看到從403過後 武都包括是北北基陶以及花蓮這五個地方 其實很多的民眾都來申請勘災 還因為這個建築已經來到了848件 大家都很擔心說在這次的強震過後 你可能看到牆壁上有些裂縫啦 尤其出現在簡力牆或是梁柱上面 都會讓大家特別擔心 而在這五個地方也請求勘災 總共有來到了848件 但是其實現在全台有超過百萬戶的屋齡 都超過了50年年近半百的屋子 當然在強震過後當中 大家會特別擔心說大家的居住安全又在何方 所以也開始讓開始很多人討論說 是不是應該要趕快儘速的啟動都更作驗呢 我們先來看到在這一次喔 地震震出了台灣房屋什麼樣的問題 包括在花蓮 台北 桃園 新北這些地方 總共有42個建物呢貼上了紅單 代表是嚴重毀損的意思 再來黃單的部分數量就比較多了 來到了70張 所以說其實在這一次地震當中 特別注意知道靠近正央的花蓮 變成了一個重災區 但是現在大家就在討論說 那這一次地震能不能讓大家加緊腳步趕快都更呢 台北市長蔣岸彎就說了 現在已經要進入到了大都更時代 因為以台北市的房屋來說真的蠻老的 其實有平均的屋裡已經將近40年 而且有72%的房屋都超過了30年 所以他認為說必須要趕快加快都更的腳步 但是行政院長陳建仁也說了 其實在都更三法過後 其實已經核展了4000多件 所以一直都認為說都更這個計畫是持續的有在做 但是大家會覺得都更的速度會不會太慢了呢 很多的房產專家也提出他們看法 他說其實台灣人旺姓強 所以說在強震過後的確也震住了大家的警覺心 但是你要真的取得住戶的同意真的非常難 這個何士昌也是知名的房產專家 他講的更明確 而且他說台灣人比較鐵齒啦 所以像這種偉老啊都更還是比較混慢一點 尤其大家很常會糾結錢的問題 例如說分配的比率如何還有一坪換一坪嗎 這也都是大家非常常來討論的 我們要回到台北市來看到 台北市其實以整個區來看的話 大家比較擔心的是南機場 夜市南機場區這個地方 基本上在這次的地震當中 也震出了很多了房子的危機 雖然說在這個地方其實他的貼出的單 從紅單變成黃單 也讓很多的居民都回到家裡頭 但是台北市長蔣萬安就特別強調說 要加快都更腳步 列為黃單並不是說不用修喪 而是持續列管 而且必須要進行修喪 住戶陸續返家 但南機場整宅 在鎮後嚴重受損 就算已經補強 住的也不心安 北市府九號晚間七點 將召開都更說明會 判更住戶再溝通 並祭出誘因 台北市的平均屋林三十七點六年 其中超過三十年以上的房子就佔七成二 在六都來說屋林最老 展灣宣布進入大都更時代 除了提高容積獎勵 培訓防災事 並建立社區防災體系 更要結合議員里長 讓大家瞭解都更政策 另外台北市202所學校也有災損 向中央申請補助不夠的 北市府出錢 花蓮強震震出台北老屋危機 住的安全成為蔣萬安的當務之急 TVBS新聞劉璦麗皮台北報導 再來其實在國際上 大家也認為說要趕快來解決的爭議 當然就是南海上面的一些領土的爭議 尤其從過去到現在歷史的背景 再加上中國大陸在這邊動作頻頻 其實也讓整個號稱民主聯盟的相關國家 也都相當緊張 尤其在三月份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船隻呢 阻擋了菲律賓的船隻 接近了仁愛暗殺 其實在這一次的過程當中 中國大陸也被指控用水炮來攻擊菲律賓的補給船 在這一次的案件當中也造成了三人受傷 所以說這四個國家聯合起來 包括是菲律賓 美國 澳洲跟日本 其實聯合集結在南海上 多邊海上合作行動 目的是要展現挺飛的力道之外呢 也希望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但其實未來要抵制中國大陸 其實美國跟日本 可以說是從過去的歷史到現在 可以說這個牽手的狀況 力道越來越大 尤其在4月10號就要舉辦美日峰會 主要要討論什麼呢 他們針對無人機的議題會加以討論之外 也希望要討論出是美日共同生產 防禦裝備的相關機制 而且在隔一天就是美日飛領導人會議 金融時報就說了 美國需要推動日本加入了ARCUS 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希望可以威責中國之外 環球時報 其實中國大陸的官方媒體就說了 這是令人驚惕的一步 因為這代表說是亞洲版的北約 要開始逐漸集結 所以可以開始感受到 其實民主國家的集結 要對抗中國大的態勢是非常明確 但其實也在這個敏感的時間點 大家其實很在特地關注的 就是馬錫二會會不會在4月10號正式登場呢 關於這一次前總統馬英九到了中國大陸去 而且會到北京去 讓很多人都開始聯想說 會不會有馬錫二會一開始釋放出了訊息是4月8號 但現在最新的訊息是很有可能就會在4月10號舉行 而且4月10號這個日子非常敏感 剛剛我們也為大家提到了 這一天是美日峰會要正式舉辦的日期 所以說現在牽扯到是美中台會不會有新一輪的較量呢 而且很多的國際專家就認為說特別挑這個日子 其實是習近平的精心盤算 但是前總統滿久二度訪問中國大陸 即將要進入到了尾聲了 今天晚上的行程是什麼呢 會見了北京市委書記 最新的狀況我們交給北京的特派陳韻文來告訴我們 好的您看到的是馬前總統首度訪問北京的最新訊息 這邊呢是北京飯店 是北京這裡離這個紫禁城最近的飯店之外 也是中共領導人經常會見外賓的主要飯店之一 那稍早呢馬英九九這邊會見的就是北京的一把手 北京的市委書記尹利 可以看到的是呢尹利他是在開頭時 就先慰問了台灣的在4月3號的大陸陣在一起 來看現場 4月3日台灣發生了強烈期限 對於受災的同胞表示我們的位置 北京市也願意提供必要幫助和施主 把握手連續來啊通過Invenport 看到馬先生旅行如如青雲般的回家 國寸單場 好另外再看到是尹利繳完之後呢 就換馬英九說話了 但是很快就要求媒體撤廠 所以我們根據是馬辦的新聞稿指出 馬英九呢談到說他此行的目的 就是要推動這個兩岸的青年交流 並提到呢兩岸歷史遺留下錯綜複雜的關係 而過去因為有這個九二共識 作為政治的基礎擱置爭議 在他任內呢是實現了三通直行跟簽訂ECFA 即便是現在的民進黨政府也不敢貿然廢止ECFA 因此呢他認為這兩岸的在經貿跟生活上 是政治切不開的 因此呢他將會繼續推動兩岸的青年交流 所以言下之意表示是馬英九可能在未來 還會繼續訪問中國大陸 而美國的財政部長葉倫呢也造訪了中國大陸 不過他以下都是輕裝 而且看起來非常平民 所以說中國大陸的網友就給他一個名字 叫做葉倫大媽 不過他還是有任務在身啦 其實重申希望中國大陸不要低價的清銷 電子產品之外還有電池電動車等等 他其實在這一趟也一飽口福喔 尤其他點名要吃的是川菜 我們一起來看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大陸行 六號傍晚抵達北京後第一件事 就想吃到底川菜 老闆熱情介紹三星堆文物和一千多年前的送代瓷器 並贈送鼠秀當伴手禮 葉倫則回贈美國財政部紀念章 態度友善 親和力十足 讓工作人員印象深刻 大陸媒體不只關注葉倫吃什麼 連怎麼穿都成了大陸網民討論焦點 青妝簡從 連包包都自己提 跟普通農村老太太進程沒兩樣 大陸網民口中的葉倫大媽 因為有別於大陸官員前呼後湧的陣仗 被盛讚完全沒有部長架子 但也有網民質疑 這是精心設計的人設 葉倫大媽其實別有用心 8號上午 葉倫拜訪大陸人行行長潘公盛 潘公盛帶著葉倫東看看西喬喬 還參觀室內竹園造景 氣氛相當融洽 有大陸學者認為 葉倫此行貪產能過剩問題 只是幌子 希望大陸別再減持美債 幫助美國經濟穩定 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大陸官媒評論 中美關係就像川菜 需要掌控火候 大陸歡迎美國官員品嘗美食 但不接受各種制裁措施 唯有美方釋出善意 才能改善中美關係 才能改善中美關係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而以哈衝突現在的確呢 需要雙方互相多視注意點善意 才有辦法讓這一次的戰事 稍稍的停火 但是其實這可能存在 大家的想像當中 尤其我們要來看到了 這個以色列的國民軍 在甘尤尼斯的第98師 一夜撤出 所以大家想說 到底以色列在當中 賣什麼官司呢 但似乎他們也非常明確的說 他們完全沒有要收手的打算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幾個撤軍 但是很有可能是戰術性的撤軍 我們先來看到了 是以色列的國防部長格朗特 他就說了 要準備的是後續的任務 當然也點名了 包括是拉法拉法在摘戒月之前 其實一直就是被以色列 點名要攻擊的地方 另外呢在參謀長的部分 他說戰鬥不會停止 所以說這也讓大家 對於以色列軍隊 對這個撤軍的狀況 反而是有更多的問號 或許是有可能要多點開花 變成一個多線戰爭 怎麼說呢 尤其現在以色列他們的目標 轉向了真主黨 所以說為什麼會變成多線戰爭 除了在加薩附近 尤其是以色列的南部邊境 持續的進攻之外 或許把一部分的兵力移到的往北走 他們的北部邊境 就是把他們的目標瞄準黎巴嫩 所以等於說這樣子的狀況 在多點開花的話 中東的情勢很有可能是 無限制的螺旋式上升 但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其實在專家眼裡 其實是有不同的看法 像是台拉維夫大學的教授就說了 其實北方的戰爭 指的是黎巴嫩附近的這個戰爭 是不太可能避免的 但是安全專家杜斯崔他就認為說 一般來說其實以色列現在把所有的能力 還有所有的武力都放在加薩地區的話 不太可能發生另外一級地面戰 所以說在專家的看法 其實就出現分歧 到底會不會出現南北開工的局面 恐怕還要相關更多的情報 才有辦法知道 但是路特社就說了 埃及停火的談判現在傳出有重大協議 未來兩天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間點 可以來好好觀察 有沒有可能真的達到了停火目標 不過在以色列的總理 納坦雅虎眼裡有意就是戰役勝接 他還是重申他們的停戰條件 就是只要哈馬斯不放人質的話 以色列就不會停火 一輛白色轎車就在以色列 台拉維夫街道上橫衝直撞 闖進大批示威的人群中 造成五人受傷 警方最後逮到司機連夜訓問 因為以哈衝突發生至今半年 以色列國內掀起反政府抗議 任何亂象都可能釀成危機 我在這裡因為六個月已經過了 133人還在寶寶 政府必須做到所有的力量 帶他們回家 加薩衛生部數據顯示 戰爭打了半年已經超過3.3萬人死亡 有抗議者排成人體殺漏 象徵人命不是死於哈馬斯折磨 就是死於戰火 但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則重申 哈馬斯一天不放人質 就一天不停火 哈馬斯一天不放人質 哈馬斯一天不放人質 不停火 以色列軍隊卻在周日 從加薩南部撤出大量部隊 只留一個履的兵力待命 也讓外國內掀起 外界猜測以軍是否在位攻打 拉法行動準備 他們已經在那裡 三個多個月 以色列軍隊聲稱這是戰術性車軍 美國則分析以軍向在休息重整 目前各方還在開羅持續停火談判 以色列最終會不會攻打拉法 也許等談判結果出爐 才能見真章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現在很多核子專家都認為說 以哈之間 其實除了要必須趕快控制降溫之外 在俄烏兩國當中也不要再持續玩火 拿核電廠來開玩笑 我們來看到4月7號的時候 五人機襲擊了雜波羅熱的核電廠 也造成了三人受傷 當中雜波羅熱在2022年的2月份 就被俄羅斯佔領了 當中裡頭有6個核子反應庫 這一次核電廠被攻擊 而且還是歐洲最大的核電廠 當然相關單位非常緊張 像是國際原子能總署就說了 主反應爐的微組體結構 超過3次被直接攻擊 所以他們很擔心是整個核安全 還有無安的風險 會不會也導致整個戰事 還有在這個周邊 包括核電廠的安全 有可能出現了升級情況 但是其實以現在 俄羅斯的態度是什麼 剛剛我們說這個核電廠 是俄羅斯佔領嗎 他說目前輻射的水準 還是在保持正常 沒有嚴重損壞 但是其實俄羅斯也指控了 烏克蘭說 你怎麼可以對核電廠 就是動手呢 而且還派無人機來攻擊 但是烏克蘭當然也趕快 幫自己辯駁說 他們沒有設入這個地點 任何的武裝挑釁 另外其實大家也在討論說 俄羅斯在春季 有沒有可能展現更大的反攻呢 尤其我們先來關心到 現在這個時間點 是在烏東的查西夫亞爾 俄羅斯對這邊也是加強攻擊 為什麼是這個點呢 因為這個點雖然是烏克蘭佔領 但是他其實整個距離非常重要 鐵路還有後勤的樞紐非常的近 這似乎也是俄羅斯 為什麼要強攻這個地方的原因 而且現在有相關的單位 相關國家也提出警告說 俄羅斯在接下來的春季 可能會進行更大規模的攻勢 所以當然澤倫斯基非常緊張 他再度的向美國國會來呼籲說 趕快通過新一波的軍事援助 因為他說了如果國會 再不批准援助計畫的話 烏克蘭將會輸掉戰爭 而且他也認為說 接下來俄羅斯就會拿其他的國家來開刀 其他的國家將會受到攻擊 但是我們要再來看到 以俄羅斯來說好了 現在在國內其實面臨到的是水災 原來他們面臨到的是80年來最大的暴雨 所以連帶也導致了水壩潰堤 有上萬棟的房屋泡在水裡頭 從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大家是被緊急的救援出來 有4000人緊急的被撤離前線 小孩在懷裡不斷發抖 行動不便的長輩也在護送下 迅速撤離俄羅斯水壩潰堤 救難橡皮艇深入災區救援 俄羅斯中南部奧爾斯克 緊鄰哈薩克邊境因為大雨 引發烏拉爾河暴漲大壩 瞬間潰堤 有什麼可能的被撤離 有六個公司區 包括市區中央 陸續撤離4200多人 至少上萬棟建築物泡水 面對80年來最嚴重洪災 俄羅斯下令進入緊急狀態 尽管出現天災 俄軍仍持續轟炸烏克蘭的 哈爾科夫汗 札坡羅热 當然戰爭不成為盡 但風暴前前 我們都希望 從俄羅斯出現 芬蘭總統剛造訪 烏克蘭呼籲要緊急提供 基輔反攻彈藥 不過斯洛伐克總統大選出爐 親俄派候選人卻勝出 這次主要是親俄和挺烏派大對決 紐約時報表示 親俄媒體大量假消息造謠抹黑 結果讓挺烏陣營打敗 TVP的新聞 東島 再來我們來關心到 美選目前最新的戰況 其實從民調分析來看 其實現在很多人看起來是 有看沒有懂 因為怎麼跟想像中的不太一樣呢 原來跟民調還有年紀有關係 因為包括是拜登還有川普 兩個人的民調來看 包括是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還有福斯新聞 他們就發現說 過去好像都是年輕人 挺拜登比較多 但怎麼現在好像是整個情況 完全翻轉呢 我們先來看到川普好了 川普其實在千禧跟Z世代 也就是Y世代跟Z世代來說 領先兩個百分點 還有在30歲以下的人 這個族群呢 也領先了將近20% 接近兩成了是18% 但是呢其實反而是 非常大 包括是華爾街日報 還有坤尼別克大學都認為說 像是以華爾街日報做出來的結果 來看的話 30歲以下是領先10個百分點 還有坤尼別克大學發現說 35歲以下的贏的是兩成 而且在65歲以上的領先8個百分點 雙方都還是持續的緊咬當中 但是在年齡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出非常大的區別 所以Politico就說了 川普現在吸引的是最年輕的選民 但是相對來說 拜登有更多高齡者的支持 到底是民意的轉向 還是大家民調沒有做準呢 當然有非常多的討論空間 恐怕還需要一點時間來進行驗證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厄瓜多跟墨西哥現在兩國關係正式斷交 原因是什麼呢 原來是厄瓜多的安全部門闖入了墨西哥的大使館 要抓的是接受庇護的厄瓜多前副總統葛拉斯 兩個國家也隨即斷交 而且呢現在包括是墨西哥打算要告上國際法庭 但是拉丁美洲各國也選擇跟墨西哥站在一起 一下飛機掌聲響起 墨西哥駐厄瓜多大使帶著外交官們 在兩國斷交後回國受到英雄士迎接 厄瓜多警方傳入墨西哥使館抓人 引爆這場外交危機 招逮捕的厄瓜多前副總統葛拉斯 狼狽落網畫面曝光 不只斷交墨西哥揚言要告上海牙國際法庭 但厄瓜多認為他們的前副總統根本沒有受大使館政治庇護的權利 還罵墨西哥干預司法 其實兩國紛爭不只這一桩 四天前墨西哥總統質疑厄瓜多去年大選公正信 當時墨西哥大使就被趕走 不過硬闖使館的行為讓別國也看不下去 包括古巴巴巴拿馬等拉美國家都發聲挺墨西哥 TPH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輕鬆一點我們來看到天文奇景日全球 雖然台灣看不到但是北美都在封 怎麼說呢我們先來看到下一次其實要到2044年 但是在今年尤其在台灣時間的明天凌晨 在美東就可以看得到 在北美就可以看得到 抱歉在美東時間是下午的2點17分 換成台灣的時間是9號的凌晨2點07分 墨西哥太平洋海岸穿過美國的15個州來到加拿大 而且呢其實在這個日時代上 你都可以看到日全時的美景 當然在這個地上非常寬 大概是185公里上頭有3200萬人居住 而且還有人特地開車或是集結到這個日時代 日時代上就是希望可以來看到這個難得的天文奇蹟 而且如果你住稍微遠一點的話呢 其實有1.5億人距離是小於321公里 你還是可以看到日偏時 所以等於說大家都在瘋想要看到這個難得的天文奇蹟 所以當然也引發了非常多的民眾 還有相當多的商機開始出現了 像是呢德州調研機構佩里曼集團就說了 在今年日全時直接或是間接的經濟影響 其實就來到了60億美元 相當於新台幣1900億 但是呢其實要看到這個日全時 除了時機點非常重要之外 畢竟難得一次嘛 天氣也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德州的天氣似乎不太好 所以讓很多的民眾也非常擔心 全美逢日全時 根據NASA美國太空總署 2024日全時北美洲第一站 將是墨西哥太平洋沿岸 從當地時間早上11點07分開始 美國則是從德州一格帕斯 北美中部時間下午1點27分開始 一路往東北方向移動 直到美東時間下午3點35分 最終在緬因中的禮結束 進入加拿大的海洋省份 它會晚上 鳥們會嗆嗆 鳥們會嗆嗆 基本上有一點的風 被寒冷的風 接著熱的風 很棒 美國上次日全時是2017年 但這回路徑跟上次剛好完全相反 沿線更有多達3200萬人 可以看到日全時 就算沒有在這條路徑上 99%的美國人 都至少可以看到日偏時 不過日偏時 恐怕滿足不了追日時者 有人可是從一年半前 就開始規劃 住在華盛頓州的克拉克 打包了他最好的望遠鏡 研究哪個地區最有機會晴空萬里 然後早在一年半就選定德州 訂好住宿 準備帶一家大小追日全時 他不是唯一 還有人遠從英國到美加邊境的 尼加拉瀑布追日時 不過原本被認為最佳觀賞地的德州 現在天氣恐怕是個變數 四月通常多晴天的德州 周一卻可能受到冷風和風暴系統影響 當天雲層覆蓋率 預估達60%到80% 而原本這個季節 雲亮多的美國東北地區 天氣看起來反而不錯 密西西比河谷中部 和厄亥厄河谷西部 也可能會是晴天 這個大白天短短約四分半的黑暗期 也讓全美各種日食商機湧現 從阿肯色州的集體婚禮 到德州達拉斯爆滿的飯店 看看這張地圖上的紅點 是訂房網站Airbnb 訂房率百分之百的地方 跟日全時路徑如出一側 有伊利諾州的汽車旅館 平常一碗95美元 日全時前後要價高達949美元 日全時沿線引爆的經濟效益 估計達15億美元 相當台幣482億 其中一大部分就落在德州 最近這兩次日全時 都會經過的伊利諾州卡本戴爾 當地的南伊利諾大學 特地取消上課 讓大家在可容納1萬5千人的體育館 觀賞這難得的天文景象 在地咖啡廳也推出日食餅乾 想要近距離看天狗吞日的人 達美和西南航空都在日食期間 推出特別航班 聯合航空則發給乘客日食觀測眼鏡 美國各商家也搭上這波熱潮 甜甜圈店推出日食甜甜圈 中間的洞填上巧克力餅乾 新口味的日食洋芋片 則只賣4分27秒 及日全時的長度 除了商機無限 還有詹新家從日全時 看美國選舉年 這是一個國家 正在過大大的危機 而一方或另一方 從一個宗教的觀點 我們會有一個復活 問題是誰的復活 怎麼會有效 不管如何錯過這次日全時 下次要在美國看到 要再等20年 TV新聞綜合報導 當然這種天文奇景大家都想看 不過也有的景象 是大家一輩子都不想看到了 原來是有西南航空的乘客 看到了這個場景 隱形蓋竟然被吹先了 飛機才剛起飛 但窗外這景象 乘客看傻眼 鐵片幾乎快要解體 機長通知塔台緊急折返 美國州日西南航空波音737-800 正從丹佛飛往修士頓 不過乘客和空姐發現異狀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介入調查 因為這已經不是西南航空 也不是波音今年首次釀貨 波音一到四月全球共29起飛鞍事故 尤其737 MAX客機曾造成兩起致命性空難一度停飛 霧雲籠罩全球最大客機公司 波音不論體系還是設備遭外界遲疑 緊急要求機長爬升重飛上個月底 新南航空一架波音737 因為惡劣天氣沒對準跑道 幾乎撞上紐約拉瓜地亞機場塔台 航站大樓上方驚險飛過 儘管當天順利轉將 巴爾地摩又重新飛往紐約 但飛案屢屢出包 美國官方表示要徹查 中國大陸的親民連假總共三天 也引來了上億人次出遊 甚至在地鐵站也差一點出現了踩踏意外 地鐵站人潮汹湧幾乎快要不能呼吸 有民眾當機立斷破門而出 才讓旁邊的人鬆口氣 人都擠不進去了 還是有乘客硬要搭電伏梯 結果有人不小心跌倒 造成人壓人的情況 位於浙江杭州的杭州南站 六號晚間九點多 附近的演唱會散場 多達上千人湧入 加上剛好兩輛列車同時到站 差點釀成踩踏事件 因為昨天晚上那個轉彩 兩轉車下來的旅客很多 有一些都會來做出正常的正點 差點釀成踩踏事件的 還有河南的保全旅遊度假區 由於人潮眾多 圍欄卻緊閉 有民眾被擠到受不了 乾脆爬上欄杆自救 中國大陸清明三天廉價 超過1.19億人次出遊 創歷史新高 山東濟南市區的暴徒全公園 還有一名保全 被人潮擠到上半身傾斜 必須僅僅抱着石柱 不然會直接掉下水 網友戲稱各處知名景點 彷彿都湧入了1億人 像是江蘇南京的紅山森林動物園 光一個上午參觀貓熊館的 就多達1萬人次 排隊人籠綿延到大門口 連警衛都受不了 請大家回家吧 台內兩個小時有什麼概念 時間太長了 請大家回家吧 清明廉價期間 大陸景點門票預定量 普遍暴增2到5倍 到處人潮滿滿 帶動餐飲旅宿業 業績大爆發 TVB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職棒大聯盟 盜齊隊對上了小熊隊 以1比8慘輸 當中唯一的1分 還是大谷翔平所拿下來的 職棒大聯盟上演日本內戰 盜齊隊打者翔平手遇 小熊隊左投金勇生態 一上場慘吞老K 單用9球200秒解決 大谷金勇這次英語主投4局 祭出3K 讓盜齊打者臉色情孫孫 連10局50分創小熊隊紀錄 等待在地上 等待在地上 對中間 對中間 不過6局上 依舊是被大谷敲出安打 他這場4打數2安打 生涯第30號 三壘安打出爐 打擊手感慢慢回來 儘管到齊以8比1 不敵小熊 但總教練羅伯茲大讚 要不是當天的怪風影響 大谷翔平有可能再進仗 兩支全雷達 大谷翔平近期連4場各貢獻雙安 前一天上場前心情也不錯 和小熊隊林牧成也有說有笑 三天的清明連假對中國大陸南方的居民來說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因為遇到了暴雨洪水當然日子不太好過 另外也讓珠江流浴 難得出現了早發的洪水 剛過去的清明連假 中國大陸北部地區民眾 依依不捨地揮別繁花盛開美景 返回工作崗位的同時 大陸廣東廣西福建與江西的南方地區 面臨的卻是狂風暴雨 從天而降如石頭般的冰雹 以及馬路上快要淹到膝蓋高度的積水等 一系列強烈對流天氣 廣東佛山街頭積水 所幸快速消退 但廣東韶關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當地雨量一度來到每小時135.5公里 刷新了韶關有氣象記錄以來的最大一小時雨量記錄 而好大雨帶來的洪水更湧入民眾住家 迫使居民撤離自保 強烈降雨嚴重影響行車視線 不少高速公路路段就出現連環車禍 還有貨車因為視線不良而翻覆 整車禍物灑的遺地 這讓趕著收假回家的民眾 在高速公路上開車更加小心 還有人在雨勢變大之際 選擇躲進高速公路休息站 準備等雨小一點才敢繼續開車回家 至於廣西桂林更因為大雨來的又快又急 導致河水暴漲 甚至把當地道路都給淹沒 造成至少11名在地村民受困 當地消防人員獲報後趕忙到場 透過繩索與橡皮艇 把受困居民轉往安全區域 這場從4月初開始可以說是貫穿 三天中國清明廉價的南方豪大雨 周日也先後在珠江流域內的支流 北江與寒江分別形成了今年第一場 達到該流域緊接水位的洪水 這是中國有相關洪水記錄的26年來 最早出現洪水的一次 我們通過現場的畫面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這個降雨也是斷斷續續的 時大時小 那麼尤其是我身旁的這一條北江河畔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整體的河水的流速 還是非常的湍急的 洪水流經廣東清遠的石角水紋站時 所觀測到的流量更高達每秒12000立方公尺 不但刷新當地1980年4月所創下的歷史記錄 累積的洪水量更超出水壩緊接水位 相關防汛人員也因此全都動起來 目前的一個水位已經是到了我們大堤的一個低角的位置了 相較往常應該是上漲了有三四米的一個高度 到了一個這樣的一個水位以後 我們所有的一個防汛的人員已經全部就位了 主要的現在就是要防止我們的一個水位上漲以後 一些河流上的一些水壓到我們的一個灌渠裡面淹了我們的農田 而北江流經的廣東英德更幾乎被洪水覆蓋 不但河道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線4公尺 江邊公園更被淹到只剩燈柱還在水面上 沿江多間房屋商店的一樓都被洪水淹沒 連停在路旁的轎車也被淹到滅頂 當地800多名村民被緊急疏散到安全區域 此外連日強烈降雨也讓山區的土質鬆動 例如江西萬安就出現山崩與土石流 清泄而下的大量土石與樹木直批 把當地約30公尺的公路路段全都掩埋 官方並未披露是否有行進車輛或人員受到波及 僅表示當地公路中斷影響三個村落人員的出行 據大陸氣象單位監測數據顯示 華南北部過去一周的累計雨量比去年同期高出了一倍以上 其中江西與廣東北部甚至高出三到四倍 與南方的雨淡侵袭相反 大陸北方包括北京 天津 河北與山東等地卻是陽光普照 氣溫更彷彿進入了初夏 但緊接著南北天氣格局將翻轉 南方降雨從週二起逐漸減弱 氣溫回升 北方則會出現大幅度降溫 春天氣候變化大再加上盛陰現象 各地天氣變化恐怕都會更加劇烈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鏡頭轉完回答台灣要來看到中橫公路 不知道大家覺得應該要修復嗎 也歡迎大家在留言區跟我們討論 因為現在呢也出現了兩方論證 有一方認為說這個地質脆弱就不應該修復 讓它維持圓障就好 但是等了25年的離山居民來說 就是他們回家的道路 希望可以趕快搶通 行政院在今年2月才宣布 通過中橫公路台八線古關段附件可行性研究 要砸總經費205.6億8年的施工期 力拼2037年通車 因為這一段路雖然住的人少 卻是農產運輸跟整合中部與東部觀光資源的重要路段 中部橫貫公路也就是台八線西起台中東市 東到花蓮新城鄉 全長超過187公里 跨了台中南投與花蓮三個縣市 其中台中段在和平區離山裡跟平等裡 戶籍人口數約5000多人 但平日上山耕作人數超過1萬人 主要種植離山高山茶 水蜜桃蜜蘋果 雪梨跟高冷蔬菜等 和平區公所保守推估 一年的產值就超過40億元 而在花蓮段 則是進入了太魯閣國家公園 以觀光住宿為主 2019年的統計 一年吸引超過482萬人次入園 中橫公路在921地震後 就被震的支離破碎 古關段封路加管制超過25年 2018年開放青山下線給中型巴士通行 當地居民好不容易現在判到了政府承諾 中橫谷關段復建拼2037年通車 就怕這次花蓮強震 花蓮路段的嚴重攤方與巨石山崩 也會影響到台八線台中段的通車時程 TVBS新聞 陳鴻勇 採訪台中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結果 3 8 9 9